这是一个小孩与月亮的故事 也是一位法师与观音的故事 故事开始 在一条好长好长的江边 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 月亮 为什么总跟着我跑呢 孩子 那是因为我在守护着你 你现在还不明白 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上大人 上大人 孔仪己 孔仪己 今天村子里有观音会 早点下课吧 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 宝康 走吧 好 你骂人被先生处房在嘴上画的圈 都还没有洗掉呢 不管他了 先回去再说吧 来 来 来 快来念经 让观音菩萨保佑你 好 若有其事观音 这观音想真破旧 等我长大 一定要做一个又大又美的观音 让大家拜 一转眼 保康十三岁了 因为家里穷 没能继续念书 一个下雨天 一位路过的邻居到家里夺雨 问了保康母亲一句话 大娘 我刚从郎山下来 山上呢 广教寺方丈法师 托我找个小和尚 你舍得这儿子去做和尚吗 这个孩子读书用功 可是家里栽培不起 做和尚得要他自己甘愿啊 我当然想啊 在母亲既不舍又无奈的心情下 保康怀着一个美丽的梦 跟着邻居渡了家爬上山 走上了出家之路 到郎山上的广教寺 当起了小和尚 从此 保康成了小沙迷长静 小沙迷要做的事情很多 每天还得安排时间读书 和学习课颂 背经 大学之道在明明的南无普光佛 南无普明佛 南无普敬佛 南无多摩罗巴 沾 谈 生 佛 师父 对不起 我忘了 去拜观世音菩萨吧 拜了 就好了 是的 师父 长静听了老和尚的话 每天早晚都拜观音五百拜 拜着拜着 果然开了职会 短短短几个月 就把八十八佛 红明宝燦全被熟了 其他经书也读懂了 嗯 很好 啊 原来佛经的道理这么好啊 应该讲给更多人听 让更多人知道才对 嗯 希望有一天我能做到 时间过得好快 一转眼 长静十七岁了 他插班进入上海静安寺的佛学院就读 从小沙迷成为佛学院里 年纪最小的学僧 佛学院的课程 有国文 英文 数学与佛学 只正是念过小学四年级的长静 读起来的确吃力 但他已比别人更用功的精神和毅力 一天比一天进步 请观世音菩萨 保佑长静 学有所成 能报答师长栽培 早日有能力 做一个又大又美的观音 生命真苦 感情也苦 长静 你又在偷看小说了 师兄放心 我从小说看到人世虚幻 不会沉迷的 以后我也想用我的笔 让人们知道佛法的好 希望人们不要再受苦 共产党快占领上海了 那我们避得了业吗 时局这么乱 就算能毕业 恐怕也没机会当法师了 时代的动荡 提前结束了长静的学业 随着静安寺的法师与学僧纷纷离开 长静终于决定脱下僧服 加入军队 离开上海 请明月为我见证 长静在此对观音菩萨立誓 我还俗 不是为了要做终生的军人 而是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尊严 为日渐衰微的佛教争一分光荣 从军后 长静改名张采薇 他加入了通信队 跟着军队几乎走遍了全台湾 原本瘦弱的身体 也在观音菩萨的保佑下 越来越强壮了 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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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采薇 你每天只肯白馒头喝菜汤 体力怎么够啊 因为我以前是和尚 以后还要当和尚的 别担心 可你现在明明是个军人 在军队里要吃素守戒 可不容易哦 这是谁 原来是梦 观音菩萨 军旅生涯中 在军人张采薇的梦里 他始终是一名和尚 只要放假 他便四处拜访寺庙 把握机会阅读经书 清净佛法 向法师请义 有一次 他来到高雄市的佛教堂 恰好基隆大爵寺的 林园老和尚也来做客 当天晚上 一僧一俗 一起挂单 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可以 那我还有机会再成为和尚吗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再成为和尚呢 还有吗 如果再当了和尚 我能做什么呢 还有 我应该要成为什么样的和尚呢 还有吗 我要如何利益他人 也利益自己 佛法像海一样广大深奥 我要从哪里着手呢 那么多种法门 我该学哪一种 我人在军中 要采用哪一种修行方法 还有 我该跟谁学习佛法呢 放下 你哪来这么多的问题 放下放下 全都放下 这一掌 仿佛拍醒了张采薇 使他的疑惑和绝望不见了 也让他更坚定了未来要走的路 写作也是张采薇的精神寄托 他因为投稿至人生杂志 而与当时的主编 东出老和尚 有了更多往来 张采薇一共当了十年军人 退伍后 他立刻到中华佛教文化馆 恳求东出老和尚 为他剃度 我终于退役了 恳求老和尚收我为徒 让我恢复出家身份 好 我会选个日子为你剃度 再度出家的张采薇 从此有了新的法号 慧空圣言 感恩佛菩萨保佑 圣言不会忘记过去许下的悲愿 将此生致力于弘法济世 绝不退转 绝不退转 未来 我会告诉你 fucked 师父 弟子想到南部闭关 在修行上更精进 希望未来能为佛教尽更多心力 为你剃度时我就说过 三分师徒 七分到以后 你不是小孩子了 一切自己做主 重要的是 不要对不起你自己 师父只有我一个徒弟 他度我出家的目的 就是盼望有一个弟子在身边 而且还有一大套愿景 希望我协助他实现 奈何我又不能不走 孩子 你还记得你曾经许下的愿望吗 要让佛法的好 让更多人知道 我当然记得 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和选择 都是为了达成这个心愿呢 我想 师父好比一座桥 过了桥 做弟子的 必须一路往前精进 不能恋恋不舍 桥上风光与河流的恩惠 若永远排回桥上 不但耽误自己前途 也增加桥的负荷 而此出家两年后 圣言法师 到美农的朝元寺闭关 法师闭关期间的每一天 都是从礼拜观世音菩萨开始的 祈求观世音菩萨必又加持圣言 早日走出障碍 圣言法师曾说 这段山居生活 这段山居生活 日日是好日 月月是满月 闭关中的她 并不孤单 除了观世音菩萨的守护 还有许多小童修 与她一起修行呢 在圣言法师闭关打坐的过程中 也曾经出现幻境 这是幻境 我要回到修行的方法 让心平静 不能被幻境扰乱 圣言法师在山中长时间的打坐中 找到了一种心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的独特禅法 多年以后 这疑似曹洞墨罩禅 成为法师弘扬墨罩禅的契机 闭关生活非常刻苦 圣言法师时常面临 无钱购买日用品的窘境 和种种困境 这是最后一张邮票了 不许服一直在这些 叫做AU 让我逛公司 讲话 你不许服他 有驰呀 伯父在叫心呢 歇到 走来 没关系 人平安就好 文章可以重新再写 在修行 阅读和写作中 圣言法师度过了闭关期间的每一天 每一年 读了许多经典与文献 也陆续完成了戒律学纲要 比较宗教学 正信的佛教等书 至今影响深远 闭关的后期 圣言法师开始自修日文 为出关后的留学日本 打下了基础 前后六年 观音菩萨一直守护着闭关中的圣言法师 等待法师出关 走向更开阔的天地 观音菩萨请放心 圣言一定会替佛教走出一番天地的 美农闭关六年后 圣言法师出关回到中华佛教文化馆 已经在官房内做好赴日留学准备的圣言法师 再次向东出老和尚辞行 弟子圣言 为求中国佛教及教育的重振而居日本留学 去后绝不改装 绝不放弃素食 尽其三宝加批 助弟子完成学业 圣言法师留学日本时已经三十九岁了 他进入日本最富盛名的佛教大学 东京历政大学攻读硕士 生活辛苦但意志坚定 由于日本吃素不易 也为了节省开支 法师总是自己买菜做饭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僧 供养一切众生 有一次 圣言法师收到一份供养礼 法师以为这份礼物是檀香 诶 味道好像怪怪的 好吧 先点点看再说吧 钥匣 藩箱 信心 jur了 何の匂い? 中尾 何を燃やしているんですか? 友人の母親からいただいた紅木ですが 有口ですか 実はこれはカツオ節なんですよ 鉱木ではありません なるほど 私もおかし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した 日本人の中には エビや魚も精進料理の中に入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る人もいますからね 本当に知りませんでした 聖眼法師租住的小閣樓 夏天西晒 冬天没有暖气 法師说 这个冬冷夏日的斗士 正是让他修行練心的好道场 每一天 法师至少有16小时在读书 感恩佛菩萨成全圣言在此求学 圣言一定会遵守恩师东出老人的教诲 当作大宗教家 物为宗教学者 早日取得学位 あなたはわずか6ヶ月でマスターの論文を書き上げました 誠に素晴らしいです 私があなたに望むことは 昔インドに渡り 経典を持ち帰った現状法師 北京大師の精神を見習って 博士号まで極めて欲しいです 先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でも私は経済的にはあまり余裕がなくて そうですが お金のことだったら何とかなりますが 日本の最長法師の名言 道心の中に餌食あり 餌食の中に道心なし という言葉を差し上げたいです 今すぐに諦めないで もうちょっと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 在版本博士的鼓勵下 聖言法師以明末藕役大師為研究主題 繼續攻讀博士 整整四年 每天带着冷便当 出入于各大图書館 不断查找資料 撰写論文 但版本博士 却没有等到法師完成論文 就病重入院了 将軍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 私はおそらく あなたが博士になるまでは 持たないでしょう 坂本先生 私は金倉炎昌教授と 野村陽昌教授に あなたの論文の指導を お願いしてあります これからも 引き続き 中国仏教の復興に 努力してください 私は 先生のご期待を 裏切らないように 全力を尽くします 恩師的過世 使法師内心 非常悲痛 月亮 怎麼總是跟著我跑呢 觀音菩薩 感恩您 一直像月亮一样守護我 歷經多次修改 盛言法師 終於完成 多達四十万字 後一千多頁的論文 皆さん 今の論文に意義がなければ 無記名投票に入ります 博士論文は 全員一致で 通り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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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論文通過了 感恩菩薩 感恩一切 本首 學位正書那天 聖言法師 盛莊出席 以他最珍惜的 中國比丘僧相 接受這份榮譽 而東京街角 這個不起眼的小閣樓 就成了法師口中 除了美農官房外 一生最懷念的道場 我們大家在一起 整整做了七天的夢 在這個夢中 有進來的人 有出去的人 有的人哭 有的人笑 有時候悲傷 有時候歡喜 一切的一切 你們要感謝的話 不要感謝我這個人 應該感謝三寶 假如說得更清楚一些 三寶借我這個身體 借我這個嘴巴 來做了這一場夢而已 在日本取得博士學位後 聖言法師 應美國佛教會 沈家蓁居士的邀請 到紐約 教學與紅法 並在大爵寺 協助處理法務 有一天 兩位年輕人 走了進來 尤其是 尤其是 你認識 Kung-Fu 是的 我認識 什麼 Kung-Fu 你認識 嗯 Tai-Chi 和 Xiaolin Boxing 但是 我不教我 那類型的 Kung-Fu 經常出現 在藝術 我教人 如何使用 自己的心 首先 學習 如何 冷靜 和 解決心 我们从属席开始 把心沉静下来以后 就可以参禅 从这两位西方弟子开始 加上一位协助翻译的香港留学生 圣言法师 开设了第一期禅作班 成为美国东岸 第一位教西方众的禅师 圣言法师指导的禅修方法 很受欢迎 学生越来越多 一年多之后 便在菩提经社 举办了第一次禅期 那年冬天 当圣言法师在打坐中 感受到星湖波动的同时 冬初老人舍抱园极了 在冬初老人的托付下 圣言法师接掌了中华佛教文化馆 与农禅寺 从此 开始在台梅两地奔波 走入了法师所说 在梦中拓荒的岁月 回到纽约后 圣言法师 不再担任大爵寺住持 由于没有找到固定住所 法师只好带着弟子 一起流浪 师父 前面有点超市 都还可以吃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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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入夜之后 圣言法师时常与弟子 一起露宿公园 或借宿于教堂和民宅的前廊 只要有了一席之地可坐 可卧 法师就充满感恩 师父 晚安 嗯 晚安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这为法望驱 以天地为家的生活 终于被我体验到了 这段期间 圣言法师持续指导 西方弟子禅修 后来 圣言法师在各方大德的协助 与支持下 陆续从租到买 有了固定的红法地点 但面对艰苦 始终甘之如意的拓荒精神 从未改变 嗯 还缺少家具 嘿 师父 你看 太好了 纽约这个大都市真可爱 随时都替我们准备了需要的东西呢 我们把这些都搬回去吧 嗯 好啊 为了纪念东出老人的法乳之恩 圣言法师将整修后禅中心的中文名称 命名为东出禅寺 文化馆上下两院诸仁者们 愿你们能体会 能在西方拨下佛法的种子 使得西方人获得佛法的利益 该是何等庄严的喜事 迎向声光远大 但愿诸仁者 为一切众生的离苦得乐而珍重 多年以后 圣言法师在纽约红法 交缠的地方又多了一处 但每当遇到困难 法师毅然时常回到原点思考 我是怎么开始的 从纽约到联合国大会演讲 以及日后到欧美与中东地区各国红法 这轮拓荒之乐 一直存在于法师心里 伴随圣言法师 在风雪中 为佛法继续赶路 全体念佛会成员 一起持诵大悲咒二十一遍 祈求观音菩萨 祝我们早日找到合适的土地吧 是为了寻找一处可以长久新学的地方 这一找就找了八年 直到千人聚集在农禅寺 持送大悲咒的那个春日夜晚 观音菩萨回应了圣言法师的祈求 我一直希望能够为这块地 找到合适的法师来管理和经营 这片土地是由多位菩萨共同持有的 我先捐出我的这一份 其他菩萨还需要洽谈呢 师父请放心 所有困难弟子们都会尽力克服的 圣言法师将这片山坡地命名为法古山 为了感念观音菩萨的灵验与庇佑 法师决定将法古山建设成一处观音道场 与世界性的佛教教育园区 为了尊重与爱护自然 法古山的建设工程必须坚持一个原则 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的精神是建筑物要外观简朴 功能使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户外的工程遵循环保工法 保留原生植物与自然景观 这个坚持虽然时常造成工企盐物 工程款追加 与设计图更改等难题 但圣言法师认为 这就是自然环保 也是心灵环保 报告师傅 图书资讯馆的设计图已经更改多次了 若不迁移这七颗雀蝉 恐怕会造成施工上的困难 这七颗雀蝉 比我们更早来到这里 若为了建设道场 要他们搬家 就不是本来面目了 最后建筑物退让 转向 其颗雀蝉 原地保留 圣言法师替他们 起了新的名字 七如来 落成大典这一天 我欲请社会上的每个人 都来开发人人心中的宝山 观音到场落成 大兵院新生起 而时圣言法师对观音菩萨许下的心愿 终于实现了 等我长大 一定要做一个又大又美的观音 让大家拜 二零零九年 圣言法师舍抱原集 但这个法师与观音的故事 也是小孩与月亮的故事 依然继续 月亮 月亮怎么总跟着我们呢 对呀 我们走到哪里 都看得到月亮 刚才法师不是说了吗 观音菩萨就像月亮一样守护着我们 每一片水面都有月亮 就代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尊观音 观音菩萨在这里吗 是啊 圣言法师说过 只要用平等的慈悲心来对待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呢 那我要做观音 我也要 谢谢观音菩萨 谢谢观音菩萨